在这段时间,根据天干地制的命理学,有四个特定的生肖将迎来财运的显著提升。 这些生肖,在现在到九月中旬期间,财运爆棚,惊喜不断。 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好运气来提升自己的财富和生活品质。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四大幸运的生肖,并分析它们的运势变化和背后的命理根据。 鼠鼠人,天干地制助力,财运亨通,鼠鼠人在天干地制中鼠子,五行鼠水。 水象指住智慧和灵动,而在现在到九月中旬期间,天干地制的运行显示出水旺的特征。 这意味着鼠鼠人的财运将会更加亨通。 鼠鼠人天生聪明伶俐,善于抓住机会。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洞察力和决策力将会更加突出。 鼠鼠人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多参与一些投资理财的活动,尤其是与水有关的行业,如金融、贸易等。 他们的灵活应变能力和敏锐的商业头脑将使他们在这些领域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此外,鼠鼠人在职场上也有望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 他们的努力和才华将会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认可,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财富。 鼠鼠人应该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这样才能在财运旺盛的时期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 鼠牛人,土旺生金,财运大开,鼠牛人在天干地支中鼠丑,五行鼠土。 土象征着稳重和踏实,而在这段时间里,天干地支的运行显示出土旺的特征。 这意味着鼠牛人的财运将会更加大开。 鼠牛人天生勤劳踏实,善于积累财富。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将会得到回报。 鼠牛人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多参与一些与土有关的行业,如房地产、建筑等。 他们的稳重和踏实的特质,将使他们在这些领域中获得稳定而丰厚的回报。 此外,鼠牛人在职场上也有望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 他们的勤奋和敬业精神将会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认可,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财富。 鼠牛人应该保持耐心和毅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这样才能在财运旺盛的时期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 鼠虎人,木火相生,财运大好。 鼠虎人在天干地支中鼠银,五行鼠木。 木像只祝生长和发展,而在这段时间里,天干地支的运行显示出木火相生的特征。 这意味着鼠虎人的财运将会更加大好。 鼠虎人天生勇猛果敢,善于抓住机会。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决策力和行动力将会更加突出。 鼠虎人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多,参与一些与木火相关的行业,如教育、文化、娱乐等。 他们的创造力和领导能力将使他们在这些领域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此外,鼠虎人在职场上也有望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 他们的勇猛和果敢将会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认可,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财富。 鼠虎人应该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这样才能在财运旺盛的时期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 鼠龙人,活土相生,财运攀生。 鼠龙人在天干地支中鼠沉,五行鼠土。 土相争助稳重和踏实,而在这段时间里,天干地支的运行显示出活土相生的特征。 这意味着鼠龙人的财运将会更加攀升。 鼠龙人天生具有霸气和领导力,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将会迎来事业和财运的双重提升。 鼠龙人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多参与一些大型的商业活动或项目,展示自己的领导才能和决策能力。 他们的霸气和领导力将使他们在这些活动中脱颖而出,获得丰厚的回报。 此外,鼠龙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望结识一些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机会。 鼠龙人应该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这样才能在财运旺盛的时期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 命理学背后的理论,在天干地之命理学中,五行的平衡和相生相克,对于人的运势有着重要的影响。 鼠鼠人,鼠牛人,鼠虎人和鼠龙人在这段时间内,因为五行的望向特质,使得他们的财运格外旺盛。 一,水望助财,鼠鼠人的五行鼠水,而水望的时期,他们的智慧和灵动特质将会被强化,使他们在财运上获得更多机会。 二,土旺生金,鼠牛人的五行鼠土,土旺的时期,他们的稳重和踏实特质将会被强化,使他们在财运上更加稳定和丰厚。 三,木火相生,鼠虎人的五行鼠木,木火相生的时期,他们的生长和发展特质将会被强化,使他们在财运上更加大好。 四,火土相生,鼠龙人的五行鼠土,火土相生的时期,他们的霸气和领导力特质将会被强化,使他们在财运上更加攀升。 对于这些幸运的生肖来说,现在到九月中旬是一个财运旺盛的时期,他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积极进取,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提升自己的财富和生活品质。 无论是在投资理财,职场发展,还是商业活动中,都应该保持谨慎和努力,这样才能在这段时间内获得丰厚的回报。 祝福鼠鼠人,鼠牛人,鼠虎人和鼠龙人在这段时间内财运亨通,事事顺心,运气满满。 希望你们能够在这段时间充分利用好运气,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迎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曹雪芹在《好了歌》中写道,古今将相在何方?荒种一堆草莓了。 古往今来的王侯将相,如今又在哪些地方呢? 也许,他们都化作了一泡黄土,尘归尘,土归土罢了。 在生前,王侯将相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地位,也有着别人无法拥有的财富。 可是,到最后,他们一毛钱都带不走,活成了一场空的模样。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在富商赚取了大量的钱财,所以他不想离开,只希望可以千秋万代。 谁知道,他在五十岁那年就病重了。 弥留之际,他还拿着金元宝不放手,最后眼睛一闭,什么都没了。 据说,在这位富商离开后的第三年,他的两个儿子就把他的家产败光了,家族从奢华跌落到贫穷的层次,狼狈不堪。 对此,当时的人这么评价道,虚名福利留不住,两眼一闭中成空。 人,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其实他带不走一切的虚名福利,空空而来,空空而去,最后化为了灰烬,仿佛更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一般。 也许,人可以带走的,就只有这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回忆。 有一位作家写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脑海中所鸣刻的记忆,将是我们终其一生的财富。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赚取到钱财,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利。 可是,在我们离去之后,物质是带不走的,我们能带走的,就只有回忆。 人,还是要细心品尝人间的酸甜苦辣比较好。 有些经历,如果错过了,那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你所参与的任何一场旅行,去到的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次。 也许,这一次旅行过后,你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 珍惜当下,很重要。 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到江南走了一遭,或许,哪怕我们老去了,也不会再回到那个地方了。 如此,在经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心去感受生活和时间的气息。 再比如,我们跟父母见面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不珍惜每一次陪伴的时光,那我们很有可能错过尽效的机会,最后遗憾一生。 所以说,好好经历人生当中的每一天,好好保存这酸甜苦辣的记忆。 这,将是独属于我们的精神财富。 第二样东西,我们对于人世间的态度。 很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这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 人活着,与其说是为了物质而活,不如说是为了心情而活。 开心是一天,不开心又是一天。 如此,态度过分消极,那是没有必要的。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渔夫整日愁眉苦脸,觉得自己活得特别悲催,所以他这一生没有多少快乐的时间。 有一天,一位智者遇到了渔夫,就问他,老人家,为什么你如此悲伤呢? 我们依旧活着,临感觉到快乐才是。 渔夫感慨地说,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怎么过都是悲剧。 智者笑了笑,指了指不远处的旅行者,说道, 你看那些富人,过着满是算计的生活,毫不自由,能享受海风和沙滩美景的时间,屈指可数。 可是,你活得自由自在,每天都享受着海风和大自然的馈赠,那你不该比他们幸福吗? 听完之后,渔夫才恍然大悟。 很多人都觉得,别人的生活才好,自己的生活不好。 但我们都忘了一点,也许别人比我们还要不幸,只是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罢了。 人可以带走的,就只有回忆和态度。 时光是公平的,让我们拥有了旅居地球的权利,而没有永远存活的机会。 这个时候,一代更替一代,人间物是人非,就会成为常态。 如果你是有钱人,那我劝你不要过分痴迷于钱财名利。 一辈子成为守财奴,一辈子阴谋算计,那是不会快乐的。 哪怕你资产亿万,也都会消失的那一天。 如果你是无钱人,那我劝你不要过分悲观,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一辈子痛苦,一辈子自卑,没必要。 不如听从本心,活好每一天。 如此,你的人生就充满阳光了。 现代人,他们的内心早已失去了阳光,所以他们满身力气,焦虑不堪。 还有一些人,要到生离死别的时候,才明白生命的意义,知道自己做错了。 可是,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后悔莫及了。 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在人生的旅程中,保持该有的做人姿态, 好好感受这人世间的沧桑变化,其余的一切尽力就好。 所谓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世人,皆是吃人。 你我,皆是俗人。 在俗世中,活成心目中的模样,再平凡,也是福气。 好了,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那么分享就到这里,天道酬勤,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福气满满,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见。